周远杰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各个量饭业者都使出了各种的宣传手法 来吸引顾客上门 有业者就找来鬼片的主角 真子拍广告 或是呢打出了挑战业界最低价 希望可以刺激业绩成长 鬼片中真子从电视中爬出吓坏许多人 但在量饭店中元节广告中 改走温馨可爱的心上 手法标新利益吸引观众的目光 真的很有创意 就是像之前有这么多广告 就是这个让我觉得还蛮 就是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 透过这个广告可以有做的 有种更温馨的感觉 然后大家也感觉到 这个中元节可以是一个感恩的月 今年首次打出中元节广告就刺激业绩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三倍 还推出几点活动民众反应热烈 一包包的零食饮料民众忙着挑选 为中元节普渡拜拜做准备 而现代人生活忙碌业者贴心准备鸡肉 鱼肉猪肉山生季品 方便民众选购 中元节大车加油最便宜就趁现在 此期比落的叫卖身都为了吸引顾客上门 每辆推车都塞得满满 卖场也打出挑战业界最低价 也让买气冲高两倍 像买了一些可乐果的饼干 然后泡面 大概就买了一些饼干饮料 然后还有泡面的部分 我们大概花四千多块 卖场里连拜拜用的香精纸都有 普渡用品一应俱全 要让民众一次买其 中元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业者使出浑身解数 要刺激最后一波买气 有点TVDTN直轩台北报道